明天就是中元節 位在彰化20的廣義宮 今天舉行中元普渡 五千桌的貢品擺滿整個是滿滿滿 連周邊的道路也被排滿了 號稱是全台規模最大的普渡 雖然物價上漲 但每年登記普渡的桌數 卻是越來越多 五千桌的普渡貢品整個擺開 廟前廣場擺得滿滿 周邊道路也全都是貢桌 一眼望去看不到盡頭 可說是全台灣最大的中元普渡 不少民眾在中元節前 就來到這裡參拜 希望好兄弟和仙人 可以保佑全家平安 而普渡的貢品 也都是依照傳統古禮來準備 像是訴訟和龍眼 就有特殊的含義 壯觀的普渡場面 在全部的彰化二齡相當轟動 因為五千桌的貢品 不僅打破歷年紀錄 更堪稱全台最大的普渡 廟方表示 今年一桌成本大約一千五百塊 因為物價上揚 價格比往年略微增加 不過登記普渡的桌數 也是年年增多 廟方說今年天災人禍特別多 希望為災民和家屬來祈福 早點渡過難關 眾人集聚的時候 我們會讓大家發出這樣的善心善念 然後善氣沖天 祈求上天 不只是高雄的氣爆 全世界的這個結束 希望都能夠延緩 廟方表示 為期一週的普渡 在九號結束之後 共平會給民眾帶回家吃平安 或是均給弱勢團體 基爾林健身 賴仕傑 張華報導